在经过两个月的试行,本地共用脚踏车业者OBAC今天正式推出服务,并推出赏罚制度以遏制用户私占脚踏车的情况。 业者也将同淡宾尼市政理事会合作,教育居民如何当个负责任的骑士。 目前,OBAC车队一共有1000辆,两个月的试行期间,至少50万人下载OBAC的应用程序并登记这项服务。 为了鼓励用户当个负责任的脚踏车骑士,业者将为应用程序增加两项新功能。 第一就是在地图上明确标出全岛脚踏车停放区,帮助用户将共用脚踏车归还到正确地点。 业者也推出了信用积分的赏罚制度,用户如果没有把脚车归还到正确地点,就会被扣分。 积分越低,出租费用越高。 业者也将同丹宾尼市政理事会合作,增加居民对共用脚踏车制度的认识。 居民可以免费使用OBAC共用脚踏车,市政理事会也会在高流动量地区,划出更多脚踏车停放区等。 出租费用